辣椒炒牛肉是很多人爱吃的一道下饭菜 但在家里炒出来总没有饭店的好吃 很硬很柴 那你看看我这个做法 不仅简单 而且出锅口感滑 10块钱的牛肉一定要逆着纹理切 要想入味好吃 得切成薄薄的小片 切好后加少量的盐 一勺胡椒粉 料酒抓拌均匀 让它入味 再多次少量 倒入清水再抓匀 让牛肉充分吸收水分 然后加入淀粉抓拌成这样的状态 最后再放上一层植物油 炒牛肉有四样配料必不可少 大蒜子改刀切块 生姜切片 辣米辣切碎 一定要放泡野山椒 有了它的酸辣味 炒出来的牛肉才香 或者螺丝胶破开后切丝 再切一点红椒配色增香 热锅倒入比平时多一点的油 烧至五成热 倒入牛肉迅速滑散 煲牛肉的时间不要太长 牛肉变色后即可捞起控油 锅里留底油 加入姜蒜 辣椒 爆出它们的香味 再倒入辣椒丝 这时候加一点盐炒入味 炒出辣香味 倒入滑好的牛肉 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加生抽 增加一点酱香味 在大火翻炒五六秒钟 起锅前加点食用油 这样一道辣椒炒牛肉就做好了 香辣开胃牛肉口感滑嫩 吃起来一点也不柴 做出来比饭店的还好吃 我摇下来 吃起来 吃到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